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嘉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596集 阿尔泰山在突厥雨中被称作金色的山峰 其奇峻雄伟绵延千里横跨在天山山脉与阿拉扇草原之间 乃是遮挡大漠雪山的天然屏障 闻名侠尔的俄尔奇斯河便发源于此 它自南向北缓缓流淌 最终归宿于阿拉扇草原中的乌苏布诺尔湖 翻过阿尔泰山的崇山峻岭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一望无际的绿色地毯 蜿蜒不绝只达天际 数不清的五颜六色的小花 星星点点坠落其中 娇艳俏丽 一道宽广而清澈的河流 自峻岭间哗哗而下 悠悠向远方流淌 暖暖的春阳中 水面波光凛凛 闪着耀眼的金色 数月的奔波 穿雪山过大漠 历经生死磨难 当碧绿的草原再次进入视野 将士们忍不住地纵声欢呼 喜极而泣 从贺兰山到阿尔泰 他们走了一条从没有人走过的道路 不仅成功地绕开了草原上林立的湖人部落 更神不知鬼不觉 悄无声息地进入了突厥人的心脏地带 第一次翻越贺兰山 第一次踏入阿拉善草原 第一次站在湖人王庭克斯尔的面前 无数数边将士的梦想被他们一一实现 这注定是一趟将载入大华史册的伟大而光荣的远征之旅 沿着河边 无数的牛羊在水草丰美的绿地里悠闲的放牧 恍如移动的骑子 成群的骏马奔跑斯明 飞扬的踪毛 似是起伏的波浪 远远传来高亢嘹亮的歌声 那是放牧的湖人在尽情地唱歌 悠悠轻音飘荡绵长 青草碧水蓝天 美丽的阿拉善草原安静祥和 仿佛是脱了俗的世外桃源 眼前的儒化美景叫人热血沸腾 连胡不归这样沉稳的人 也忍不住的热泪盈眶 难难道 到了 我们真的到了 这就是克布多 经过此处 我们便克直面胡人盲天克思尔了 就像做梦似的 老高 快 快打我两下 高求嘿嘿一笑 满面严肃道 什么做梦啊 这就是真的 老高我一直坚信 只要有林兄弟带领 不管前方有多少困苦 我们一定会到达克思尔 怎么样 我预测的不错吧 这丝的厚脸皮 都快赶上林将军了 胡不归 无奈的翻翻白眼 摇头苦笑 林大哥 下面我们怎么走啊 就这样杀过去啊 望着沿河两岸成群的牛羊 李武林眼貌金光 这几天下来 他伤势早已大好 正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急什么呀 林婉容 黑黑笑了几声 放眼四顾 这磕不多 可是个好地方 隐藏着很多的宝贝 我要在这里 找一样东西 宝贝 一听这两个字 高求眼都绿了 什么宝贝 金银财宝 还是珍珠玛闹 林兄你只管彭信 我老高最擅长的 就是找宝贝了 就算是挖第三指 我也一定能给你挖出来 李武林不屑的摆摆手 什么金银财宝 突厥人连个刀剑都不会冶炼 又到哪里去弄这些玩意儿 我看你去挖斜羊骨头 还是有可能的 突厥人的冶炼技术 远远赶不上大华 断出的刀枪器械 都是极为粗糙 小李子对他们的轻视 也不是没有道理 林万荣笑着道 是什么宝贝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胡大哥 赤猴派出去没有 胡不归急忙点头 派出去了二十余名兄弟 由于此地已进胡人王庭 为防打草精神 我主他们以百里为尽 遇事即可回报 不得冒进 那好 林万荣大手一挥 严肃道 吩咐下去 今夜就在此地铸扎 由于已进敌人心脏 随时都有一变发生 所有人等不许扎帐篷 不许点篝火 兵甲在身 席地而免 若有为者 军发从事 胡不归急急点头 正要下去安排 林万荣呼又叫了声 回来 老胡转过身了 林万荣凝神良久 呼得淡淡叹了声 御家 一定要看住他 这一语提醒的可谓及时 自一无进入死亡之海 一路走来 月牙与诸人同甘共苦 高求小李子 胡不归等人 对他的印象渐渐改观 那敌对的界限 也越来越模糊 在大漠雪山倒还没有什么 但此时已经进入草原腹地 克兹尔近在眼前 说得不客气点 这已经是御家的地盘了 要是他暗中动了手脚 让胡人提前察觉 那就真的什么都玩完了 末将行的了 胡不归郑重地应了声 这才匆匆而去 李武林眨了眨眼 小声道 林大哥 这几天你去看过御家没有 林万荣微微摇头 自雪山下来 月牙一见了他便躲得远远 脸色平淡如水 不见愤怒 不见欢喜 连往日里的冰冷 也都烟消云散 用形同陌路这个词来形容二人现在的关系 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李武林挨了声 愁眉苦脸道 唉 可惜了 他要不是突厥人就好了 他要不是突厥人 只怕就不会和我们相遇了 林宛容哈哈笑了两声 心中也是百味杂陈 若真和御家在战场上刀枪相见 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 从同生共死到你死我亡 人生还真是奇妙无比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大军重新进入草原 迎来了难得的休整 身处胡人的心脏 大战一触即发 战士们却是怡然自得 对他们来说 穿越罗布泊 踏过天山 早已是九死一生 纵然面对胡人王庭又能如何呢 他们已经无所畏惧了 林宛容沿着山脚到处的闲逛 眼珠子滴溜溜的四处打量 也不是在寻找着沉梦 左转右转 好去了小半个时辰 仍是一无所获 眼瞅着 只有远处那小山坡没寻过了 正要迈步过去 跟在他身边的高求 却是忽然一惊 诶 那不是郁佳吗 郁佳 林宛容抬头望去 只见远远的那斜坡之上 一道美妙的身影 双手抱漆 静静地全坐在地上 目光飘飘荡荡 也不知落到了哪里 果然是月牙 他身上还穿着那件 大号的长衫 将他玲珑的身段 紧紧包裹其中 美妙的郊区若隐若现 这长衫是在天山冰雪中 以物异物换来的 如今也算是他的了 林宛容稍微犹豫了会儿 便大步行了过去 沙沙的脚步声 惊醒了沉思的郁佳 他转过头来 望了几眼 眼神说不出的平淡 刚走进了山坡 空气中隐隐传来一股 独特的味道 似是香味 又似是苦味 林宛容伸长了鼻子 大嗅了几口 直觉神清气爽 他脚步加快 三两下窜上了高坡 朝着月牙 微微一笑 你好啊小妹妹 在这里看风景啊 郁佳不言不语地站起身来 与他擦肩而过 静字朝山下而去 林宛容不以为然地一笑 目光往前望去 这山坡两边的风景迥异 这一侧绿草阴阴 另一边却是片广袤的黄土地 那土地上密密麻麻的 一眼望不到边 种满了几尺高的绿色小树 树上结着八整大的树叶 撞似芭蕉 有些稍大些的已经开了花 粉的紫的红的白的 叉紫烟红 啥是好看 这玩意儿太熟悉了 林宛容喜笑颜开 美美地吸了口气 长声叹道 哎 好美的蜡笔草啊 一行出树杖外的月牙 身在一掷 急急转过身来 眸中冷光引线 急道 你怎么知道 这是蜡笔草 我不知道才怪呢 林宛容嘿嘿一笑 嘿嘿 小妹妹 你是问我吗 郁佳咬了咬牙 微微点头 林宛容眨眨眼道 你那天给小李子治病 不是用上了这蜡笔草吗 我那天就见过了 现在有什么奇怪的 你撒谎 郁佳冷冷望着她 不懈地戳穿她的谎言 我治病的时候 用的是已经晒干切割了的蜡笔草 薄细如丝 而这些尚未成熟的蜡笔草 生长在树上 必须经过晾晒 烘烤 切割 才可能最终成形 而且形状已经完全改变 你有什么时候 见过这未成年的蜡笔草的 郁佳果然是个聪明人 一下子就抓住了她的尾巴 林宛容嘻嘻一笑 嘿嘿 小妹妹 你可别忘了 我可是周游过列国的奇人 嘿 认识这蜡笔草 有什么稀奇啊 我不仅认识她 还能用她做很多事情呢 你信不信啊 周游列国之书 本就没几人相信 偏偏的现在信口周来 做了挡箭牌 也拿她没有办法 郁佳望她一眼 哼了几声偏过头去 我走南闯北 认识这蜡笔草 倒也不奇怪 林宛容 胡乱吹着牛皮 不紧不慢地打量着她 倒是小妹妹你 认识这玩意儿 就有些蹊跷了 据我所知 即使在你们突厥 这蜡笔草的事儿也是一件绝密 仅有区区数人了解 你年纪轻轻 又从哪里听来的呀 看书看来的 月眼冷冷地作答 看书看来的 林宛容睁大了眼睛 不解道 我也阅览过许多奇数 如洞玄子三十六三首 师太羽育女勋精 肉葡萄上的老娜 这些旷古奇数翻来覆去 看了好几遍 怎么就没找到这些记载呢 你看的果然是些奇数 月眼翘脸发热 偏过头去 懒得理他 林兄弟 这就是你要找的宝贝 不过是几棵树嘛 高求略显失望 哀声叹道 林宛容拍着她的肩膀 微微一笑 的确是几棵树不假 但是这树上 可是会长金子的 拿东西去讹西洋人的钱 那是十拿九稳 这里叫科不多是吧 高德哥 你把这个地方记住了 老高迷迷糊糊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郁佳却是听得清楚无比 他骇然变色 急怒道 我老高 你要干什么 林宛容淡淡地摆手 现在还想不起来 干什么 等晚上回去慢慢思考吧 以后有时间的话 再告诉一家小姐好了 这流寇的本事 真不是盖的 竟然连这些都知道 郁佳精海中望着他 只见林宛容神色平静 笑意隐隐 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你要是跟掠得科不多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不会放过我 林宛容叹了口气 哎 郁佳小姐 我们大华有句老话 叫做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我掠你一个科不多 你就不放过我 可是你们心自问 你们突厥人 多了我大华多少的土地 残害了我多少同胞啊 他们会放过你吗 郁佳默然不语 这个没法解开的死结 就算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面对这个难题 只怕也是有心无力 郁佳小姐 你的家就在克兹尔是不是 林宛容忽然看他一眼 微笑着问道 当大华骑兵神奇般地 出现在阿尔泰山的顶峰 郁佳便已知道他要干什么了 闻听此言 他倔强地偏过头去 咬牙道 你们这个干什么 是又怎样 不是又如何 林宛容默默摇摇摇头 宁丽山岗 又黑的夜幕渐渐降临 草原的冷风盘旋不停 在耳边呼呼作响 天安了 要起风了 他轻轻地一声叹息 却如一记重锤 敲在了郁佳的心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